大家好,歡迎來到第二節的拍特包角度 我們剛剛看下足總盃的16強 加時1比0贏了韋斯咸晉級8強 巡邨靠麥湯文尼的中距離 整隊都有功勞,因為是一個很漂亮的反擊 老實說,整場球最漂亮是這一球 正所謂發生了的事情,贏球開心就開心了 罵也罵了,這場球的確是看得差的 因為我們都要客觀地去評論一下球踢成怎樣 這一節想說一些將來的事情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將來的事情,我會盡量樂觀點去看 樂觀點是甚麼呢? 這場球踢成這樣壞樣,你也可以樂觀 我看到甚麼呢? 看到雲迪碧在這場球 大家覺得他踢得很差,我相信 我還未看大家的評價 但其實我覺得 萬聯的將來 我再一次說,真的跟雲迪碧有很大的關係 為甚麼呢? 這場球開球之前,我昨天就說了 希望雲迪碧 不是大家,是蘇斯一查千奇 不要當他是搬奧那樣用 的確,這場球沒有人當他搬奧那樣用 雲迪碧是做回他自己的事 在禁區邊或禁區裏面 嘗試找空位去接應 後面做球的就是費特和馬達 馬達的, sorry 但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甚麼呢? 在現在的萬聯 我們由轉手為攻的 轉速是慢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沒有班農 有班農 或者普巴的時候 即是一個近排的普巴 不是之前的普巴 其實手轉攻的轉數是非常快很多的 今場球兩個都沒有 所以靠著費特和馬迪的轉數很慢 亦是完全運用不到雲迪碧的優勢 因為如果我們轉手為攻 快的話 雲迪碧在一個漂亮的時候 找了空位就可以再自己去 或者再把球傳給前鋒球員做攻門 這個是雲迪碧 相當有優勢和出色的地方 好了 這場球呢 但是看到甚麼呢? 第一,Greenwood 和隊友的合作性是強了很多 Greenwood說真的 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聽我說 幾腳球 他用右腳傳球 的確是會有威脅 尤其是如果Carwin來換入之後 如果不是換走了Greenwood的話 我相信他兩個有機會製造到入球的 但很可惜 剛才第一次都說了 沒得解釋 也不知道為何要換走Greenwood 其實九龍十次 但是換了一個才對 不知道為何要換走Greenwood 所以這件事沒有發生 我想說甚麼呢? 我們的將囊 我看到是甚麼呢? 就是雲迪碧的踢法 如果配合到Greenwood 再加上一些 好的年輕人 比較有大局觀一點的 包括可能是 帕里茨 可能是迪亞路 也可能是剛剛簽約的 Sorter 加上有漢尼拔這幾個球員 其實我就看到 我們的將來 應該是向這個方向 其實我們的進攻 現在就很靠卡雲尼 其實大家都習慣了 尤其是有Buno 卡雲尼 兩個都相當合拍 大家一個比一個走 非常之好 但是老實說 大家看到 卡雲尼踢得多少屆呢? 至多下一屆再踢 然後 找一個這麼好球的九號仔 其實真的是困難 當然 市場上最年輕 而又真的踢到的 當然是 夏蘭特 年紀大一點的 可能是斯朗 或者尼雲道夫斯基都行 但是無論是斯朗 或者尼雲道夫斯基 都不是一個比較長遠的 情況 長遠來計 唯獨就是夏蘭特 但是夏蘭特 哪個經理人 又不用我多說 所以你說 是不是真的找到夏蘭特 來幫忙 或者來加盟 其實真的不容易 還有 就算來到 都可能一兩屆 又走都未定 但是 老實說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 很好地利用雲迪 現在在曼聯的優勢 就是什麼 其實他就是 一個好阿積斯踢法 給球走位 球員會找到空間 而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有一個球員在中場 可以 找到他們 給球 我的心目中構思是怎樣呢 我們的未來 如果真的做到 就是 最重要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 和雲迪迫 不是 和雲迪沙 或者是 奧華馬斯 可不可以針對兩個 教進攻的 阿積斯體系的教練過來 這是第一件事 首要條件 然後就在我們的 於23開始教 亦都 在一隊那裏 要滲入這個情況 九和十 已經是沒有 特別玩的 他們繼續這樣踢他們自己的球 就可以了 因為已經改不了 九和十已經不需要考慮 覆馬已經改不了 大家不需要考慮 這一兩年繼續這樣踢 但是慢慢 我們上來的那班 包括 Greenwood 是第一個 跟著之後 剛才所說 無論是迪亞魯 帕里茨 康尼拔 Sorter 或者諸如此類 一些後面 正在上來 正在於華山上來 就應該 由下一屆開始 接受 阿積斯 吐魯的訓練 正正是我所說 開始 進入體系的年代 雲迪迫 是老大哥 他很清楚 走位要怎樣做 他希望可以幫助年輕人 更加快 去取得 究竟阿積斯 打球是怎樣 為什麼呢 老實說 Greenwood 現在你看到 他跟球隊的互動 或者跟其他球員的合作 一定是進步了 這幾場球 接著 你看到迪亞魯 就是阿媽 他呢 他打於23的時候 已經是有這個 vision 老實說 那麼多球員來說 最似新組踢法 我自己覺得是迪亞魯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另外 派利茨也是善於走位 肯去走位 肯去做一些無球走動的球員 康尼筆也是有些類似 但康尼筆可能會打後一點做比波 因為 這方面是有些的 另外 還有一個球員 我講得比較少 但也有提及 就是我們的左王馬 這個 Alfredo Fernandes 就是另外一個 菲蘭迪斯 其實他的比波路數 都是有些 所以其實他都可以在左路 左閘那邊 可以幫到手 即是說我們如果在中場中 或者左右兩邊 有些懂得比波 以及 看到我們前線球員走位的情況之下 雲迪迫帶著 幾個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幾年訓練到的 小子去做一些比波走位 其實我覺得將會是我們 比較上兩三年後 可能可以真的有條件踢的套路 所以呢 為什麼我早前已經看到 覺得雲迪迫 可能是我們的將來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想法 當然 這個將來 第一非常樂觀 第二非常 叫做憑空想像 因為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不代表 萬聯真的這麼想 但是 但又問回大家 如果我撇除了 我們亂買人 當然雲迪迫可以是亂買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如果我假設 我們真的不是亂買的 買雲迪迫是有些意思 也很清楚的 這場球你也看到 他沒有當雲迪迫是搬奴那樣用的 真的沒有 因為他也沒有 比較少回後拿球 尤其是上半場 他真的在禁區邊找位 做回雲迪迫做的東西 OK 既然是我們 除非 如果不是亂買人的話 買雲迪迫想做什麼呢 剛才所說 就是我覺得 雲迪迫加上一群 比較有 腳法 但是亦都肯去 做無求走動的 年輕人 其實 會不會就是我剛才所想的東西呢 說真的 我發覺我有時想的東西 都比較早了一點 這次 跟大家分享了 亦都預計地 有很多朋友 又說大把 傻傻 白癡 亂想的 我相信 我已經預計了你們這樣說 即是有部份球迷 大部份的賣迫早晨的朋友 都可能會 體諒大把 或者會不會 那麼不客氣 但我亦都預計了有些朋友 是不客氣 就是大把 亂說的 但是 這個真的是我看到 因為 我們的 想法就是 買雲迫迫 不是亂買的話 做什麼呢 當然 最慘的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想法 或者這個構思 最難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 在阿積斯叫到 幾個有料到的教練 來幫忙 因為老實了 亦都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如果用回我們現在這班教練 教導的機會不是說沒有的 不過是小一點 我不敢說一定不行 但是我覺得小一點 因為 我們暫時見不到 不過老實說 唯有給他們 Benefit of Dove 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 所以 這件事很有趣的 我覺得 我自己是看到這件事 當然 別人笑我太瘋癲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拍大巴 拍大巴角度第2節 拜拜 在閉嘴裡 或者聽嘻